我后面都快急哭了 他才磕了一百块钱退给了我 怎么一回事啊 大家好我是瑶瑶 大家都知道前两天我开单了 虽然只有一单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鼓励 我其实这两天非常的开心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难过 今天有个粉丝让我帮忙找一台14 Pro Max 然后我去了档口看上了一台机器 因为今天下午张哥有事出去了 我初步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老板娘也告诉我 是连专不漏气的 我就拉回去了 然后想着改一下卡槽 让张哥再验一下货我就发走 然后当我去找修理师傅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里面被开过 然后我就立马拿去档口想退换 结果老板娘把我锁落了一通 他说下面贴标的地方破损了 不能退换 我后面都快急哭了 他才磕了一百块钱退给了我 究竟是哪个档口 我现在这里不提了 怎么说呢 其实我知道他是故意在欺负新人 不但给了炸弹机给我还要扣钱 今天我感觉真的好无助呀 我也自我怀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行 大家都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太适合呀